在今天的影片中,我将整理几个我觉得使用Stable Diffusion的Deform扩充还蛮实用的小技巧,希望可以帮上大家的忙。 由Introversify制作的这支影片,目前只有在YouTube发布。 本频道并没有同意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其他平台上,以他们的名义私自进行发布。 如有发现,请留言让我知道,谢谢。 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,是让动画效果看起来更顺畅的做法。 我们都知道,决定影片流畅度的关键是帧率,而帧率越高,则代表画面越顺畅。 不过对于Deform来说,由于每一帧在进行扩散的时候都可能导致画面出现些许的不同,因此落差可能会比较多。 我的做法是会产出每秒时针的动画,然后再通过Film Interpolation进行插值,提升三倍的帧率。 完成生成以后,这个动画影片会在Output资料夹中,跟产出的原本没有Film Interpolation的原动画一样的路径下,档案名称,会有Film的后缀。 用这个方法,差不多等于我们用每秒时针的低成本生成,经过差值将帧率提升到每秒三十针。 这样的效果跟直接用Deform生成每秒三十针的感觉,是完全不同的。 如果你们可以接受这种风格,我觉得用Film Interpolation是非常节省GPU时间的方法。 如果我们有现成的动画要进行Film Interpolation,可以使用下方的Interpolate Existing Video或Images来直接进行插值。 要注意的是,使用这个方法需要在CLI,黑色的框框处,寻找完成插值后的影片路径。 第二个要分享的,是如何生成高清动画。 一般最直觉的方法,是直接在Run类别中,在宽跟高这里输入高清版的数字。 这方法存在两个问题,一个是Stable Diffusion最适合用来生成图像的大小,是512剩512。 如果我们输入1920剩1080,那在扩散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画面和构图不合理的情况。 第二个问题是,由于分辨率太高,即便是很强的显卡,要生成动画也会非常耗时,这样可能不会太划算。 因此,我的习惯是生成480P或960剩540大小的动画就好,之后再使用Video Upscale。 我们可以在生成动画时就顺便一起进行放大的作业,不过我的建议是,在完成生成,且确认效果没问题之后, 再对完成生成的动画进行放大就好,毕竟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可能生成好几十个动画,如果每次都进行放大其实也蛮浪费时间的。 要注意的是,事后放大的影片,会存储在Output资料夹中的FrameUp Scaling资料夹,可以通过CLI来确认生成作业是否已完成。 第三个要分享的是,善用Interrupt。 我刚开始玩Stable Diffusion时,不太有机会用到Interrupt指令,不过在Deform上,使用率倒是出奇的高。 我一开始接触Deform时,会乖乖地将完整的动画生成后再看看哪里需要改善。 这对于短促的动画来说好像还好,不过当我们生成的动画超过500帧时,一次完整的生成在配置中等的电脑上可能就要15分钟了,万一Prompt出错了或是参数错了那感觉还蛮崩溃的。 因此我一般会在Output资料夹中实时观察生成的图片,如果发现什么问题,就会立刻点击Interrupt按钮来中断生成。 有趣的是,即便是使用了Interrupt,SD还是会尽责地将已经生成的图片进行缝合,最后再生成影片。 对我来说,Interrupt替我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生成时间。 好了,本次的影片就到这里,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并追踪本频道,再开启小铃铛,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,谢谢。